创世纪 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讲述了神和整个世界的故事 第十二章至第五十章 重点描述神和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 及其家族的故事 两个部分由第十二章开头的一个关键点连接起来 这提供了一条线索 帮助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书中的信息 和整部圣经的内容 圣经的第二句话就是描述神 从混沌和黑暗中创造出一个 秩序井然美丽良善的世界 生命在其中兴旺繁衍 然后神创造了人类 也就是希伯来语里亚当这个词的意思 人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创造的 在神的世界里 人的存在是有目的和作用的 人被造 是为了在世界上反映神的性情 神授权让人代表神来善管万物 充分开发并善用自然界所有的潜能 人要精心呵护 让大地充满更多繁盛的生命 神赐福人类 这是本卷书的关键词 神赐给人一个园子 让人因此开始建造这个新世界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人可以选择如何建造这个世界 这由分辨善恶的知识术所代表 到这时为止 神已经规定并定义了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但神也同时赋予了人选择的尊严和自由 人是选择相信神对善恶的定义 还是自行定义善与恶呢 选择后者的风险相当高 悖逆神的代价就是拥抱死亡 转离生命的创造者 生命术代表的正是这位创造者 第三章出现了一条神秘的蛇 对蛇的介绍很简单 只说它是神创造的一种动物 但很清楚 蛇悖逆神 它想把人引到悖逆和死亡的困境 对于善恶术和选择的问题 蛇讲述了一个版本不同的故事 他说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 不会让人死 反而会让人更像神 这才是通向生命的道路 这场悲剧充满了讽刺 因为人已经像神了 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但人却不相信神 反而抓着自己的主权 自行定义善恶 于是顷刻之间 所有的事情开始失控了 这个选择带来的第一个恶果 是人际关系的破裂 男人和女人忽然发现 自己非常脆弱无助 无法彼此信任 他们只好用树叶做衣服 遮盖身体 不让对方看到 第二个恶果是神和人的亲密关系破裂了 人逃跑 躲避神 当神找到人时 他们开始推卸责任 互相指责 对方是第一个叛逆者 故事暂时停在这里 神采用一系列短诗 向蛇和人宣判 他们都要因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悲惨的后果 神首先向蛇宣告 尽管蛇表面上胜利了 但他注定要被打败 终生吃土 神应许说 有一天 女人的子孙或后代 会给蛇的头带来致命的一击 这听起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但胜利需要付出代价 蛇被击败的同时 也会给女人后代的脚跟 带来致命的伤害 这是针对这位受伤的胜利者 神秘的应许 从事情的发展进程来看 这是神充满恩典的行动 人背叛了神 神会怎么做呢 神答应拯救人类 但这仍然无法消除人类 因自行歧视造成的恶果 于是神告诉人 因为他们的叛逆 他们在生活的所有方面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野外 都会因为叛逆的结果 而悲哀痛苦 一直到死 由此 故事急转直下 第三章至第十一章 讲述了叛逆引起的连锁效应 影响不断扩大 人际关系在所有层面都开始破裂 这里出现了第一对兄弟 该隐和亚伯 该隐嫉妒弟弟亚伯 想杀掉他 神警告该隐 不要在这个试探面前屈服 但是他还是做了 该隐在田间杀了弟弟 接着又造了一座城 城里充满了暴力和压迫 该隐的后代拉麦 是第一个娶了好几个妻子的男人 他像积攒财富那样积攒女人 他唱过一首短歌 宣称自己比该隐更残暴 报复心更强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神的重子的怪事 他们可能是邪恶的天使 或是一些自称为神明后裔的古代国王 他们像拉麦一样随心所欲的娶妻并生出巨人 就是古代伟大的战士 无论哪种观点正确 这里的重点都是说 人类建造了自己的王国 使神的国度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和越来越多的败坏 可以看到神对此的反应是伤心至极 人类在毁坏神创造的美好世界也在互相毁灭 为了保护自己创造的美善世界 神发动了一场洪水来洗净人性中的罪恶 但在这场大洪水中 他保护了一个艺人 就是挪亚 还有他的家人 神委派挪亚做新的亚当 给他同样的属天赐福 派他走进世界 但是虽然期望很大 挪亚也失败了 故事同样发生在一座园子里 他种植了葡萄园 在里面喝酒 喝到鸣鼎大醉 他的儿子韩 在帐篷中做了一件让父亲蒙羞的事 结果这个亚当也像第一个亚当一样赤裸蒙羞 于是人类的堕落像螺旋一样不断下滑 所有的一切引向了巴比伦城的建造 古代美索布达米亚人拥有一项新工艺 就是砖 有了砖 就可以更快地建造更加宏伟的城池和高塔 他们梦想建造一种新型的 可以直达神明的高塔 好传扬自己的威名 这是人类悖逆和骄傲的写照 是人在伊甸园叛逆行为的扩大化 然而神挫败了他们的骄傲 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这一系列的事看起来不同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神不断地给人机会 帮助人在这个世界上做正确的事 人却不断地毁坏这个世界 这些事表明 人类本可以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但世界却被我们给弄坏了 我们都选择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善恶 结果造成各种关系的破裂 最终导致冲突 暴力 甚至死亡 唯一的希望是 神答应有一天 会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这位受伤的胜利者 会将邪恶连根拔起 所以尽管人充满罪恶 神仍决心赐福并拯救 他创造的这个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 神会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故事会提供线索 给出答案 这就是创世纪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意 创世纪 创世纪上集交代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的故事背景 神创造万物 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并让人代表自己来管理这个世界 人却选择了罪恶和悖逆 令世界不可遏制的陷入暴力和死亡中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人在巴比伦塔事件中的悖逆和分散 我们不禁要问 神将如何拯救和恢复他创造的世界呢 在巴比伦塔下的分散之后 作者详细记录了一份族谱 并最终引出一个名叫亚伯兰的人 后来他被称作亚伯拉罕 从第十二章开始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启了圣经故事一个全新的进程 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去迦南地 神说有一天那块地将属于他 在那片土地 神应许让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使他的名永远被世人铭记并赐福给他 这些应许和先前的故事有关联 人想借巴比伦塔骄傲地宣扬自己的名 结果失败 神却慷慨地让无名之辈亚伯拉罕声名远扬 同时 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也呼应着神起初对人类的赐福 那么问题来了 神为什么要赐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呢 神的应许在最后一句话中给出了答案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句话是理解圣经后面所有的故事的关键 神的计划就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家族来拯救和赐福这个悖逆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的旧约故事都聚焦在这个被称作以色列的民族身上 这也是以色列在西奈山被称作祭祀的国度的原因 神想使用这个民族把自己彰显给万国 之后圣经中的众先知和诗人一再提到这个应许 并宣告说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将会实现这个应许 他的统治将把公义和赐福带给万国 不过故事发展到这儿一切还没有发生 需要继续往下读 看看神的应许将如何发展 故事剩下的部分聚焦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身上 先是介绍亚伯拉罕本人 然后是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孙子雅各 最后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对每代人的记载都遵循着两大主题 亚伯拉罕家族的每一代人都一再的失败 不断的做出错误的决定 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并使神的应许岌岌可危 第二 尽管他们一再失败 神依然对他们持守诺言 始终拯救他们 并一再确认他的承诺 就是他要赐福他们 并通过他们拯救万国 先来看看亚伯拉罕的故事 神承诺赐给他一个庞大的家族 但在两个不同的场合 总有别的男人 被他妻子的美貌所吸引 为了保护自己 亚伯拉罕否认与妻子结婚的事实 结果造成了很多问题 不但如此 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还不能生育 撒拉安排亚伯拉罕和家中的一个婢女同房 又引发了家中的很多问题 但神每一次都出手相助 在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中 神甚至采取正式和规范的立约方式 确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称为圣约 在这个经典的场景中 神邀请亚伯拉罕仰望星空 数点群星 告诉他 他的后代将像星星那么多 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 因为亚伯拉罕没孩子 好像也没有任何能解决生育的办法 但亚伯拉罕举目望天时 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 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 许诺亚伯拉罕将成为万国之父 神要通过他 让赐福临到全世界 神要求亚伯拉罕设立约的记号 给家中所有的男子行割礼 用这个提醒他们 是神让他们繁衍众多 亚伯拉罕的后代果然生养众多 他自己也想了高兽才去世 前面的那两个主题 在雅各的故事中表现得更具戏剧性 雅各从一出生就应验了自己名字的含义 是一个骗子 他从哥哥姨嫂那里骗取了长子继承权 又欺骗老眼昏花的父亲 骗到了父亲的祝福 随后一走了之 他先后娶了四位妻子 却只爱其中的拉结 结果弄得家中纠纷不断 唯一让他谦卑下来的事情 是舅舅拉班压榨他 让他为自己白白工作了很多年 最终局面才扭转过来 谦卑下来的雅各重回故乡 创世纪在这里记录了一件奇妙的事 雅各与神摔跤 要求神赐福他 看起来有些事一直不曾改变过 但神尊重雅各的决心 就把给亚伯拉罕的赐福传递给他 并给他重新取名 叫以色列 意思是与神摔跤 创世纪最后一部分 讲述的是雅各儿子们的经历 在这部分 两个主题都进入了高潮 在十二个儿子中 雅各偏爱拉结的儿子约瑟 并送给他一件彩衣 十位哥哥记恨约瑟 绑架了他 还想杀掉他 最后他们把约瑟 卖到埃及当奴隶 在那里约瑟被人诬陷 进了监狱 这里讲到了家庭失败这个主题 但神与约瑟在一起 他精心安排 把约瑟从监狱里放出来 法老提拔约瑟做宰相 让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自己 在一场饥荒中 约瑟拯救了全埃及 也把他的哥哥们和全家 从饥荒中救出来 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家族的愚蠢和罪恶 又一次与神的信使相遇 他甚至把约瑟哥哥们的罪恶 转化为拯救生命的契机 实际上 这就是约瑟在故事快结束时 对哥哥们说的 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些话放在创世纪的结尾 是有目的的 他不但是对约瑟和兄弟之间 往事的总结 更是对整卷书的总结 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人类一直自以为意 不断犯罪 但神并没有抛弃这个世界 不管人如何失败 神依然是信使的 他定义要赐福给人 这一点可以从神对女人的后裔 这一神秘的应许中显露出来 在创世纪第三章 神应许这位受伤的胜利者 将打败蛇 从根源上战胜邪恶 作者将这个应许 与亚伯拉罕之派联系起来 这是神赐福万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在亚伯拉罕之后 这个应许又与雅各 第四个儿子犹大联系起来 第四十九章 有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 描述了年迈的雅各 在临终前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 轮到犹大的时候 雅各预言 以色列的君王将从犹大之派出来 有一天 一位君王将到来 使万国臣服 并将实现神的应许 把伊甸园的赐福 重新带给世界 之后 雅各就去世了 后来 约瑟也去世了 这个日益壮大的家族 依然寄居在埃及 创世纪 到此就结束了 留下了很多对未来的盼望 和尚未实现的应许 这让人迫不及待地 想阅读后面的故事 这就是创世纪的惊议 创世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